本曲 八道 早安 歡迎 應該稱呼李市長 總幹事 要謝謝劉總幹事 因為他把我剛才應該要做的事情 大概先做一遍這樣 各位也應該謝謝劉總幹事 要不然大家就要跟我一起跳海草舞 或者是要跳小蘋果 因為其實我們在接這樣的演習的時候 就是其實這個四個時段下來都不是那麼容易 我剛才在跟校服分享 第一場跟最後一場就是要負責接待長官 因為長官不是最早出現 就是下午最後一場才出現這樣 那第二場呢那個就要應付那個中午午餐 大家可能肚子餓開始咕嚕咕嚕叫 開始有點不耐煩 那我下午這一場呢就要挑戰 就是各位等一下可能要打瞌睡這樣 所以我有時候出去分享的時候 我再稍微分一下上午的場次跟下午場次 上午場次我就稍微說多一點然後字多一點 那下午場次我可能要說少一點 然後影片就稍微放一些 可是現在影片有一點困難 那YouTube就很容易被抓 我們需要上學期特別請那個律師來跟我們講解說 什麼東西可以放什麼東西不可以放 小朋友照片怎麼樣可以用怎樣不可以用這樣子 所以現在其實還滿危險的 那個直播主人家他有賺錢 我們大概沒有賺錢就不要冒這個風險這樣 我想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覺得自己是一個好老師的請舉手 哇這個比我預想的還多呢 再問下一個 你覺得你自己是一個認真的老師的請舉手 好理論上應該更多 因為認真比更明確的那個 那各位今天能夠在這個時間點都已經放暑假了 我的很多同學昨天才都飛到國外去而已 那各位今天選擇坐在這裡 我們就先肯定各位自己是好老師也是認真的老師 給自己一點掌聲 謝謝謝謝 我也會常常問自己問自己這個問題 我是不是一個好的老師 是不是一個認真的老師 其實說起來都不太算 我算是一個比較愛玩的老師 所以等一下各位可能會看到的一些流程 大概我第一屆有 我剛畢業我就帶了一個書法的展這樣子 然後第二屆第三屆因為剛好去念研究所 所以就自顧不暇 所以就沒有辦法帶孩子做什麼事情這樣 然後在第四屆我們就出版了剛才 總管是更多的報告的那個12歲的天空 那其實在第五屆呢 也就是今天主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所謂六感的體驗 我說邀請的時候本來是要針對那個書 可是我覺得如果針對生命教育的話 其實六感那個會有要多的相關 那在第六屆第七屆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嘗試還要再做 不過那時候產生了一些變化 等一下也會提到 然後還有一些是我個人的失誤 所以我們其實還有一個計畫 他最終有開始但是沒有成功 所以各位可以等一下來看一下 也許我會提一下我們那個失敗的經驗 跟各位參考一下 所以今天我大概稍微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大概在六感的部分稍微 我沒有每一個感官都去提 我大概只有提一兩個 然後做一個示範這樣 那比較有可能是到最後我會去提一下 就是說我自己在面對那個失敗之後 做怎樣的調整 那我還是要跟各位抱歉的是 這些課程其實都很實驗性 所以就我自己來講有很多東西 其實我都自己都還在摸捨 然後就要站到這邊來跟各位分享 其實是有一點點不是那麼踏實感 可是我都想了一個想法就是 不過我曾經之前有出去一次分享 然後那個上面的那個錯誤 就被在下課之後老師指證 我覺得那對我來講非常珍貴 因為我在做的時候我覺得是對的 我才會放上去 那還是會出錯的時候 那時候就一定要靠別人了 因為我在做的時候 我一定不會發現自己的錯誤 所以我想說我今天到這個地方來 也許等一下 如果你真的覺得這樣的東西是不合適的 或是你有其他想法 我們都非常歡迎各位能夠隨時 或在課後的時候跟我提點一下 好 那美麗探險 我之前有針對這個主題去做過 就是親自分享 然後也是用著美麗 然後那個是晚上 然後在高美國小的 我們那邊有一個高美師弟 那小朋友就直接從那個位置上走走走走走 那個沒有舞台 他就指那個字 你寫錯字 對 他就直接指了我那個地方寫錯字 早幾年這個美麗這個概念大概比較少看到 可是其實這幾年慢慢的越來越多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美麗這兩個字的用法 他就是美的力量 我們會有稱IQ 我們會有稱EQ 現在可能我們對這個美呢 也是一種能力 我們除了智力以外 好 那怎麼樣是六感 然後怎麼樣是新的課程 我們底下都有一個小的一個標題 我們是因為愛然後見美麗 然後希望發現是真正的快樂 那這個是我們當初在做這個計畫的時候的一個文案 這個我想這部分我想比較快讓各位看一下就好 這是我第一屆做的那個 其實那時候根本就沒有什麼教育理念 因為那時候剛當兵退伍回來 所以只會把自己算是比較以前玩過的東西 然後趕快就帶孩子做 因為馬上可能就就是 因為我們都一回去就接高年級 我們做了什麼 我們利用兩個學期的時間去練習書法 然後在他們六年級的時候我們辦了一個書法展 這個是我們是書法展的一個過程 各位看出來是石頭去排的 裝置藝術 那這個地方是書法 裡面大部分有的是鑽書 然後我們大概寫了四個啦 他除了草書以外 因為其實草書他那寫什麼我也看不懂這樣 那以外我們大概其他都有寫這樣 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是用嘴巴咬著毛筆去寫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寫得比較醜的都是功課比較好 原來字寫得比較漂亮 因為他用嘴巴咬毛筆去寫的時候 他還想要用他原來的方法去寫那是達不到的 反倒是那些平常寫字很潦草的人 他咬著亂撇 像右上角 左上角的那個 那就其實是我們辦一個寫字寫最醜的那寫字 可是他反而比較好看 那這個是我們在洗毛筆的時候下去塌硬的 然後塌硬起來之後再自己裝框 那右手邊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那個其實是彩色紙下去實質的拼貼 左手邊那個大概更難 那個是紙黏土下去捏的 捏起來之後是立體字 因為我們常常在講說 顏真卿的字比較肥 劉公全的字比較瘦 那你怎麼知道 小孩子拿著知道什麼字比較瘦比較肥 你讓他用紙黏土去捏 按照那個字鐵下去捏那個寬窄的時候 他大概就略略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有的字叫做比較瘦 有的字叫比較肥 這個地方是一個拼字 神采飛行那個地方 其實他每一個筆劃都是可以動 那個時候我們有教具背後有那個磁鐵 他都是可以活動 左手邊那個地方是綠豆 我們用綜化夾去排字 所以這個小朋友還有特別跟自然科做結合 就是說他們有去算那個綠豆發展大概多少時間 所以在展出的多久之前要開始去培行那些綠豆 可是還是有一些天氣的變化 所以我們出來那個字不是很像 那右手邊那邊是針對給低年級 他們可以去操作去拼 我們常常講說 為什麼這個字的筆劃那個比例 兩撇多長 然後可能在什麼位置這樣 後面這個地方他們是有針對 也會放在檀香 然後我們還播了音樂這樣 可能我們就那個時候有去跳說 可能針對行書 針對楷書 針對也許草書 我們配合什麼樣的音樂會比較合適 然後我們還辦了三天 然後邀請大家來參觀 我們還有排解說員 各位都有看到地上他們很假掰說 因為我們這個作品很珍貴 都還有貼那個鏡子跨越線 不可以踩過去這樣 好 這都是我們學校主任校長還有家長來參觀 然後導覽這樣子 包括連那個裝潢都是我們自己用那個紙下去 做做樣子做出來的 好 這是第一屆 那第四屆呢 我們就真的 就去做了這個所謂的童年夢想跟勇氣 那一屆我們主要的發想的主要的點 是在勇氣這個地方 其實當初在勇氣這個主題 我們本來還有另外一個叫創意 可是後來在表決完之後 我們後來大概是二十幾票對十票選擇了勇氣 因為他們的理由我覺得是滿說服人的 就是說小孩子是很有勇 很有創意 但他不見得有勇氣去做 所以他覺得勇氣比較重要 好 他其實是來自於一個早知修 那就是在五年級的時候剛接班 那我都會試著用早知修或是一兩個動作 像有時候可能剛接班的時候 我就會把直接那個打掃的那個配工作 直接丟給他們說我不分配 我們自己去弄這樣 然後測試一下這個班 自我的控制的能力到什麼程度 那這個班我們那時候就提出了一個計畫就是說 你有沒有可能把上面那六個東西結合起來 然後形成一個計畫 包括你要去幫助別人 然後你要這個東西要挑戰不可能 然後他需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而且他要有難度 那當時台灣重要的人物20 是我自己想要上的課 所以我自己就把他放上去了 因為我自己想要上課 我總你們沒有把他放進去這樣 還有最後就是要避旅 避旅其實純粹是引學生的興趣 因為在這屆之前 我們學校並沒有辦過過夜的畢業旅行 我們就是只有一天 一、三、六、九、月 一大世界、建湖山、六福村、九竹、文化村跟月美 對不對 好就是大概一、三、六、九月這樣去 一天就回來了這樣 那其實當時我也沒有想到說 會真的有小朋友 這是當時的我們的計畫的算副主席 他是那個副主席這樣 其實他計畫他想出來 可是為什麼他是副主席 這樣很特別 他是一個包容性很強的女生 所以當時我們班有一個女生 她的能力也很強 她知道如果她當主席 那個人當副主席 這個計畫可能很難 很難會有一點推不太動 所以他就自己說好我來當副的 然後讓他當主 讓他當頭這樣 然後果然這個計畫在推行上就會比較順利 他就很簡單 在聯絡上就寫出了一個這樣 他就用逗號 箭頭是我寫的 他說我們就去訪問大人物嘛 你說要二十個大人物 然後呢就可以出書啦 出書之後就會賺錢啦 這很難吧 然後呢一半呢我們就去庇禮嘛 一半呢就拿去做公益 那這個時間一定要很長 因為你要訪問到那麼多人 一定不是一個短的時間可以做成的 那當時我十歲一小時說 看到說我在改的時候 我要講說讚 哇非常好 然後心裡就想說不可憐啊對不對 因為總覺得那個 那個時候對老師來講 對老師來講 反倒是比較不敢去做這麼大的夢 可是很困難的是你一剛開始跟學生講說 你要這樣做 然後他提出了一個計畫 你又跟他講不可能 說好像會給自己打臉 那時候我就想說 那就把打臉的工作交給別人好了 那我們就反正一樣嘛 課程做文課就去配合寫信啊 然後沒勞課我們就畫那些邀請卡 我的打算是這樣 反正寄出去之後 人家一定會講說 礙於公務繁忙 然後什麼很抱歉啊 餘以婉拘如何如何之類 然後我就可以把信丟給學生看說 所以不是我們這個計畫不做 是因為那些大人真的很忙 沒有辦法接受各位的訪問 結果沒想到我們第一個寄出去的就成功了 對所以那個時候就有一點 你想要拒絕都沒理喔 而且那通電話還非常特別 我還記得那個非常印象深刻是 徐麗玲董事長 學學文創的那個董事長 他說他禮拜五的時候 有習慣就公文拿回去 那我們的那一封信莫名其妙 那邀請函就被排在最上面 因為那個秘書會幫他 按照那個優先等級去放這樣子 就放在最上面 所以他抱回去禮拜六 禮拜天在處理的時候 當然第一個就看到我們那個邀請函 那我們還做得滿正式的這樣 他看完之後他說他等不到禮拜一 因為理論上面應該是要讓秘書先去聯絡才如何如何這樣 他就受不了 他在禮拜六禮拜天的時候 就打電話給我們 因為每一個邀貴賓我們都有一個專案聯絡人就對了 就打給我們那個學生 打去的時候是他媽媽接的 他媽媽第一次在掛他電話 因為他覺得本來就是詐騙電話 天啊有沒有天啊鬼 他被掛完電話之後就嚇了一跳說 怎麼會這樣 可是他就很氣而不捨地說 又再打了一頭說 拜託你請你兒子過來 你先問問看看他有沒有這一回事 因為那時候我有偷偷跟學生講說 先不要讓爸爸媽媽知道 做不成功 因為再來就更小了這樣 所以我們就 就真的是保密到家就出了那個疲倫 所以也就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第一個 因為透過這樣的一個烏龍 我想要阻止 或者是我想要瞞一下都沒有辦法 因為隔天禮拜去的時候 小孩子已經全紅紅的鬧成一團說 有了有了有人要接受訪問了這樣 那就一定要去了這樣 好那我們也真的就開始齁 就開始這樣著手去訪問 我們大概有20個人物 然後我們陸陸續續叫激發邀請函 前後大概成功了10位 各位看他就是侯文勇 這個花束 這個是施政榮 這個是我們20個人物當中 小孩子唯一認得的一個 因為這是我們彰化人 然後這個是 就是學育文創的那個學育理理董事長 那接電話的就是躲在我後面那一個 這個是嚴長壽先生 對 後面這個是林環銘先生 我們的第二個計畫還有林先生還有幫我們 林老師還有幫我們這樣 然後前幾後我們就大概訪問這10個 而就三個女生比較可惜 其實我們當初有邀請一位是殷錡董事長高鐵 那但是他就寫了很委婉的信 然後附了很多高鐵的紀念品回來說 他真的很想接受訪問 可是他連自己的小孩 他都不曉得怎麼跟他們講話 所以他真的沒有辦法 他怕嚇會那個小孩子這樣 可是很有趣的是 我們後來在第二屆的時候 因為這個因緣集團的關係 讓他們的學弟妹做了一段高鐵 是用那種幾十塊錢的價錢 就是那個高鐵聯絡我們 我們聯絡高鐵拜託他們這樣說 本來只希望打一點點折這樣 結果他們給我們幾十塊錢 像做那個捷運的錢 我們就從帳化一路就做到台北去了這樣 有這樣的一個機會這樣 對 而且我覺得最貼心的其實是這一個 其實在公關跟我們聯絡的時候 他們會希望我們能夠到高鐵的無日站 或者是到台北的站的時候 他們要辦一個記者會 然後什麼援助鄉下的小朋友進城啊 鄉下的老鼠進城來這樣 然後做一下公關效果 結果當時他們的公關部的那個協令 也就是第一次我們他們的學長結聯絡 那時候他還是還沒有升上去 就想說不要做這種事 讓他們好好玩 所以我們就沒有再去辦樣的一個記者會這樣子 好 後面當然還有很多的延續性的東西 包括後來真的就出書了 就12歲的天空這樣子 當時出的書有趣的是 我們後來是在晴天 可是後來在晴天先跟我們聯繫完之後 因為晴天其實是當時在那個 跟我們聯繫的時候是第一家 比較多的書上當第一家 其實後來那個小天下有跟我們聯絡 那那個時候我有問過學生就是說 哇怎麼辦 晴天那個時候因為都還沒有任何作品 他是兩位編輯自己 從大塊文化跳出來的這樣子 那小天下當然大家都已經很清楚 但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公司這樣 那我們問了孩子之後 其實老師不敢負責任的時候就丟給學生嗎 還是20幾票對10票這樣 各位那10票都是班上比較聰明 然後設計地位啊各方面都比較強的學生 他們認為應該要轉到小天下去 他們認為那樣子啦 提出來要說服的理由都是說 這樣賺到錢比較多啊 捐給人家的會比較多這樣 實際上他們會分道也會比較多嘛 但是比較20幾個比較善良春福就是講說 那個晴天也是一個為了他們的夢想 然後鼓足勇氣 想要再出版一些去嘗試的 那我們如果可以跟他們一起做的話 這樣不是很好嗎 那如果拒絕他們的話 好像他們要跨出第一步的時候 我們就拒絕他們就是好像拿石頭砸他們的頭 所以他們寧可後來我們還是留在晴天 我們留在晴天這樣 我們後來晴天也幫我們辦了一個記者會 那徐林董事長然後那個黃達副院長 還有林老師那天都有過來這樣 其實很特別這個場地喔 還是小天下借給我們的補償 而且他那天還先買了300本 回他們自己那邊去賣這樣 其實那個時候當時 我們在跟他們裡面聯繫的時候 他講說我們說你們這個書 其實是有點壓力啦 因為沒有這樣的東西 可是我們很有把握嘛 因為我們有雜誌 萬一真的賣不出去的時候 就一本雜誌包一本書包起來用送的這樣 所以不會有囤貨的問題這樣喔 那後來那天還滿特別的喔 小孩子自己主持自己去搞定整個會場 然後我盡可能的就是退到最後面去這樣子 後面我們也如期的去做了我們的工藝喔 包括我們到創世基金會去做實質物資的捐贈 然後我們也其實到創世基金會去 但是我真的要說那是老師的私心 因為我們在鄉下小孩子在高年級 常常就開始騎摩托車 那發生意外的機率也很高 但是這種東西你用嘴巴講 我覺得很難說服得了他們 所以乾脆就帶到他們那邊去 那這事情我事先有跟這位張小姐聯絡過 他也很幫忙 他就帶我們到其中一床 那個頭很大 獅子都說到很小說 他是18歲的前三天車禍 是一個原住民的男生 在車禍之前是運動高手 而且會彈吉他長就算 可是現在你們看到就是那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當天其實孩子們 我不用再多說啦 就是說如果能不要騎不要騎 如果真的要騎 我只是跟他們講說真的要騎 你就帶上安全帽吧 後面這個我們把版稅捐給人 這個喜航兒的基金會 那前前後後我們大概這樣有捐了二十幾萬喔 那個時候這樣算起來 對 那後面還有很多我們真的就拿去庇禮啦 那比較特別的是我們的庇禮那隻 1400多塊 現在聽起來好便宜喔 不過各位想想那個物價 那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了 1400多塊 沒有 2000多塊 但是我們只從那個費用裡面支了1400 因為700塊是我們從他們五年級開始升上來之後 我們就每天存一塊錢 然後每個月我們月結完之後就會有四個護鈔的 然後就把那些錢大包小包的拎著到我們那邊 最近的一家他最倒楣的那個台中銀行 因為其實隔幾步路是郵局 農會先農會再郵局 隔幾步路就是農會 可是因為台中銀行最近 所以我們每一個月就會提著那個大包小包的零錢 其實小孩子錢是不是自己存得很容易啊 他月底給你的時候如果都是那種一塊五塊十塊的 真的是他省事檢用存下來 如果一次給你五十塊還要你找錢 一百塊你也要找錢 這錢一天才跟他媽媽聊的 所以那個很清楚的看得出來 可是我們一進去之後 你就會發現那些行員 大家開始各個裝忙 開始寫單子的寫單子啊 然後鋪布子的鋪布子幹嘛 全部都這樣 我那個櫃檯沒顏這樣 因為丟給他們之後 就開始算全部都是抄那個零錢啊 那後來有了 他們有把樓上那台點鈔機就搬下來這樣子 那個屬那個銅板這樣 那小孩子去看那個咕咕咕咕咕 那邊只在算錢這樣子 那還有很有趣的是小孩子去 平常都會不會用寫錯字嘛 但是我們就跟他講說 那個大寫的字只要寫錯一柄就是重寫 因為那個連用立可白都不可以 所以小孩子在每次寫那些字的時候 就會特別的小心喔 也知道說為什麼我們平常做這樣的要求 好 那後面還有一些延伸呢 我想我們就不要再特別再多提了 那其實執行了這樣的一個計畫完之後 一定可以想像說 對這個班六柄一定會很難分難 那那個時候我也會很擔心再接下一個班 因為老實說你經過一個這麼大的兩年的活動完之後 那你跟這孩子建立的那個默契 那個到六年級六下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時候我都不太需要跟他們講話 因為那時候我們是分成六組 那五組是在進行計畫相關的 不管他是畫畫、寫字、聯繫啊 或者是排活動這樣有一些表演的 那有一組是我會帶走的 就是那些國語數學比較不好的人 我還是會要帶去加強 所以常常進去我就使個顏色 然後我就把人帶走 他們就可以在裡面自己運作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哇這個下一個班接到一定很慘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對照組在 怎麼接都一定覺得很不那個 我也一直在想那我還要再做什麼計畫嗎 其實我覺得有點累 也想說實在話也想偷懶 一直到其中有一個 各位在看一下照片 每一個都很活潑可愛 這是六年級的畢業照 可是也不過就是離開我兩個月上播中 當然照片裡面的人不是 有一個學生回來看我的時候 幾乎就長這個樣子 只是像這樣的小孩子即便是九月回來 他們還是都穿了很多衣服 因為怕被看見 我是因為後來實在太熱 我就要脫掉的時候才發現 他的手臂跟他的前輩這個地方 都只剩下皮包骨而已 也不過才離開我大概 我再把他送出去大概才兩個月 他就是當初我所講的那個主席 他的功課非常好 也一樣高分考進私校 那我那時候是擔心說 因為其實很多國小一到五名的人 考進私校之後 都因為跟不上會有很大的壓力 包括我前一屆都還有人從私校 再轉回普通國中的 可是沒有他那一次月考是第四名 而且他還拿到獎學金 所以他並沒有功課跟不上的問題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的家庭我先跟各位報告也沒有問題 他的爸爸是自己開公司的老闆 那媽媽就是會計 然後兩個人對孩子非常的開明 然後跟他的感情也非常的好 我實在找不出任何理由 他會有紀錄一個厭食的狀態 那遇到這樣的狀況之後 他媽媽實際有曾經跟我私底下聯繫 就是因為他們有帶去看心理醫師 一次三千塊 前面五次他就坐在那邊什麼話都不說 可是爸爸就很堅持一定要花這個錢 為什麼他跟醫生根本就不熟 他必須花那個錢 讓他跟醫生培養那個信任感之後 才有辦法能夠開始去對談 那那個時候過程當中醫生有講說 那你是不是找一個他比較信得過的重要他人 然後試著來跟他問問看到底有什麼樣的 可能的因素去勾勾看這樣 我坦白說我看到他那個樣子的時候 我自己很難過 因為其實我在六下的時候就知道 他在情緒的控制上有一點點問題 他在五下的時候在五下六上的那個階段 特別的瘋狂 跟我們班上一群女生哇 玩的我就覺得說這個是你嗎 這個好像不是我五年級上學期看到你那個樣子 可是他那是故意裝出來的 他希望用這樣的方式去跟那些男生玩 跟那些女生玩 然後希望說自己在功課很好以外 人際關係也非常好 可是到了六上的最後那一兩個月 他就完全整個冷掉 因為各位你用裝的你不可能裝那麼久 你一定會受不了 他其實是裝出來的 所以整個六下 我其實都有一直試圖去跟他談過這些東西 但我沒有想到我在看到他的時候 已經是葉子症了 那那個時候就開始展開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一些 一些事情這樣 因為不能讓他知道 因為知道的話我就會進入又是那個醫生的狀態 他又不跟我講了 所以那時候常常我就會在下午那種3點半的時候 4點半的時候 然後媽媽神神神神祕密來了 電話說 老師我跟妳講 他等一下要去7-11 7-11這樣 我們學校旁邊就有7-11 我就跟他講 哦!我知道,我知道 我就要假裝開車去7-11買東西 然後不 不起而已的遇見他 然後媽媽一定會叫他買很多東西這樣 然後我就可以說 那你買那麼多東西 那老師開車載你回去好了 反正不遠這樣 他就好 OKOK 就很合理的上車這樣 那我們就會找一些話題這樣 隨便聊一聊這樣 那我一開始都不太敢去觸碰他相關的問題 一直到有一次 那次是下雨 那次是下雨 讓他回來找我 也是他媽媽叫他回來的 然後回去的時候在他那個巷口 因為巷子很窄 我們那個鄉下的地方巷子很窄 我就不開進去了 他要自己進去這樣 我突然就跟他講完說 那個誰誰誰啦 你要學多愛你自己一點啊 他其實本來一腳已經跨出去了 他聽完這句話之後他又縮進來 門就關上用力的拉上來之後 就開始崩潰在我車上大哭 然後就會一直講說 你們每個人都只會叫我多愛我自己一點 可是我不知道什麼樣叫愛自己啊 我以前只要功課考得很好 大家同學就會來靠近我 爸爸媽媽就會讚賞我 師長就會覺得 喔你很棒 他自己價值感就出來 他也不需要去交朋友 朋友都是自己湊過來的 可是上了國中之後 他進入資格班就不是那個樣子了 他都覺得他今天如果分數考高了 大家看他的眼光就是 哼 我要把你拉下來 以前同學不會嘛 因為以前同學拉他不下來嘛 早就放棄了 對 他偶爾考差了不用考太差 70分就好 考個70分他就覺得大家眼光說 嗚 你有今天啊 你有在考這個分數啊 所以他不管考高了考低了 他都覺得他不快樂 所以他很快的就開始 其實他剛開始找的理由非常的奇怪 他是說因為他的生理期來 他沒有辦法去面對那個東西 然後莫名其妙他在康健讀到一篇說 紅肉會讓那個井血的量比較大 他開始是先拒絕吃紅肉 那後來他就順理程上去推演說 那所有的肉類應該都如此吧 就不吃肉 所有的肉都不吃 然後到最後就開始變成很嚴重的厭殖這樣 對 那很慶幸很慶幸很慶幸 他在他爸爸媽媽 他爸爸後來甚至為了這樣一件事情 把公司給賣掉 然後就帶著他 我覺得能夠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很善良的女生 能夠說服他的東西只有一個 那個時候真的就窩在家裡 你出去大家都給你一樣的眼光 那個時候他就是只有 禮拜二禮拜天的時候 他跟爸爸跟他講說 阿嬤在埔里 他都在種菜 那老人家很辛苦 我們回去 你阿嬤很厲害 你知道嗎 他阿嬤那個有機到什麼程度 他那個蟲是用筷子夾 你阿嬤的感覺 捏下去 捏起來 捏死 要三個步驟 我都聽到那個地方的時候覺得腰有點痛 哈哈哈哈 然後這樣捏了 叫起來 就是這樣 對 然後那個時候他真的就為了 幫他奶奶去處理那些菜的關係 所以他禮拜六禮拜天會回去補裡住 那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覺得然後後來那個醫生 真的有跟他建立起那個關係 他們也去談這樣 他最有好 可是好了之後就馬上遇到另外一個問題 他一開始計時之後 爆肥了 因為你的身體已經太久太久太久 沒有吃到東西了 他會盡可能的去燉貨 因為他不曉得什麼時候你會給他斷貨 那反正就是這樣的一個反覆 因為你爆肥完之後你一定又會不吃 不吃你的身體就說 Yes 你看我上次燉貨是對的 你看我兩半天就沒東西吃了 所以他其實必須爆肥完之後 你就是要讓他肥 肥到你的身體覺得說 我要牽這麼不好 只能拉出來 所以後來就會開始的去減少他的儲存量 那個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我真的覺得怕爸爸媽媽非常辛苦這樣 我說實在的話我打擊很大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沒有把它處理好 我覺得老師最可怕的 如果有什麼對我來講 當老師很大的壓力來源 倒不是那些年改或是幹嘛那些 我覺得就是必須要從學生身上學經驗 而且要從學生的負面的經驗當中去學習 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那時候我就一直問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 就是我們甚至在前面還執行了那麼大一個計畫 帶你去體驗這些有的沒有的 那個都不是課本裡面該有的東西啊 做了這麼多努力 結果換來一個學生驗實證給你看 你會覺得說現在是在補充出來 我後來那時候就仔細想說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他說過一句話 他說我不曉得什麼叫愛自己 所以我就我們教給孩子國語、數學、自然、社會、英語 去學了一大堆的才藝 各位這是達文西的那個維特魯威人 我們希望就是把這些東西建立好之後 這些對外溝通的管道 幫學生建立好這些能力 我們常常講帶著走的能力 這些對外的聯繫管道之後 他將來就能夠面對著社會 這個學生如果要以這個條件來看的話 他應該是非常高分的 因為他的學習在這各方面都沒有問題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教過學生對內 他不曉得自己喜歡什麼 我先問各位最簡單的一個問題就好 你生日的時候會買一份生日禮物給自己的器具 太好了 真的 我有一次真的想要這麼做的時候 我不曉得我要買什麼東西給我自己 因為我想要的太貴了 對 所以 對 所以你連買一份自己喜歡的禮物給自己 都做不到的時候 你說你真的有多了解你自己 很難啊 他連他自己喜歡吃什麼都不知道 他所去吃的那些食物都是 這個我應該要吃 所以你看他不吃也是有道理的嘛 因為紅肉會讓精血增加 白肉如何如何 他就所有東西都是數據來的啊 所以我們好像沒有 我們真的沒有什麼課程 真的都會仔細想想 也許有一點點的藝術與人文 一點點的體育是跟你自己有相關以外 我們真的幾乎沒有什麼課程 是讓孩子去接觸自己 去了解自己的課程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想說 哎呀 那到底什麼樣的人才會快樂咧 你以為我說實在話的啦 我們有可能教出郭台銘啊 我們有可能教出郭台銘的司機啊 我們有可能教出總統啊 但是我們也有可能教出小童啊 都是有可能的 但不管我們孩子未來在他在哪一個位置上 我們都對他其實只有一個期待嘛 就是他就健康快樂而已啊 至於他其實功課是不是真的那麼好 他是不是賺那麼多錢 是不是將來一定飛黃騰達 光耀 我只是搞不懂我那個學生 我有一些學生今年國三剛畢業 他是一個非常國畢的人 你知道他在畢業點裡的時候做了一件什麼事嗎 他去刻了一個匾額 信譚之光 然後在畢業典禮當天 直接端出來送給他們那個導師耶 結果在那個謝斯恩的時候 他們就這樣 欸 端上來 然後其他同學叫說 就那種八加九嘛 就他們完全八加九那樣子 然後就端上 他們老師通常就哭了 你知道嗎 然後送回辦公室去之後就講說 我家好小 我沒有地方掛 他說老師掛家 我連實在那裡跑回來啊 不是要兩個獅子要去架著嗎 就會有這樣的學生齁 真的很天才 他連那個獅子都幫他要來了這樣 所以我那個還好快樂的人一定是 這個我是講啦 透過這樣的過程 我們如果能夠把學生培養成這樣 來這樣成功的商人也許很好 可是忽略了裡面那一塊 他也許裡面是這個 不知道 所以我們有很多現在的社會新聞 或是像最近你看那種 熊山那麼多 然後他外表你也都看不出來啊 但是他裡面也許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還似乎論如何 希望我們的學生是這樣 對不對 穿得一條小豬褲他也可以很開心的 好 怎麼樣呢 我後來自己稍微去分析一下 我們就希望說 快樂的人他一定要有能夠找到 美好的能力 不管是美食 美聲 或者是美色 這些東西都是香味也是啊 或者是有時候無形的 我們說美好的這些東西都是 譬如說像我們那邊原理很有名的 就是那個肉肉飯 對 有人特地從美國回來 他就算是吃那個肉肉飯 說他吃過牛排 他吃過魚子醬 他吃過那些鵝幹醬的東西 那個肉肉飯是要算什麼 但他講的東西他的形容詞是這樣 這是故鄉的味道 很懷念的味道 所以那就是一種美好 所以我們後來希望 讓學生能夠找到美這件事情 那什麼樣是美的 你愛他他就美嘛 譬如說我曾經做過一個調查 我問小孩子說 因為那個時候我問的問題 後來隨著那個幾件 你就會發現代播出來了 剛開始這一件問說 覺得林志玲比較很漂亮的舉手 很多人舉手 那覺得你阿嬤很漂亮的舉手 你阿嬤比林志玲更漂亮的 哇 那個都舉手 那我看見你阿嬤比林志玲更漂亮 怎麼有可能 那個東西就是你自己的膝在 你覺得你愛這個人嗎 所以對他來講這個人是有意義的 可是我發現當我在問到這一屆的時候 他們已經沒有人知道林志玲是誰了 要改換問譬如說像周子瑜之類的 連問蔡依林他們都不太熟了這樣子 對 好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很簡單的 我就想說如果我下一屆 也就是我的第五屆 還要再做一些什麼事情的話 我想要試這件事情就是 帶他們去找到快樂 然後要先把美的力量先培養出來 那我們就要用愛來當作出發度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說從愛來出發這樣 好 那個時候我們的規劃其實也滿大的 我們那個時候其實兩條軸線同時在軸 那時候也是有一個營臭陽差 老師在睡午覺大概也是過了大概兩個月 我們都還沒有什麼動靜 下午是自然課 中午我剛罵完人 所以我就睡覺 他們要去我就不理他們 我就聽到兩個男生在拿課本 然後其中一個講說 欸 我們這一屆好像沒有要做什麼大計畫了 另外一個講說 啊 可能我們這一屆比較笨啦 我想說啊 不行 不可以這樣子 所以後來我們就展開了一個新的計畫 就是要導內優學 要美麗探險 美麗探險是基礎 所以我把它放在底下 導內優學是我們當時有跟孩子說好 學一段作的學 那個是我們也是一樣定一個很遠搭的目標 但不一定作的學 好 那在美麗探險的時候 我都會帶著孩子去走這三個歷程 我通常是這樣安排 在一次的月考 因為我們大概是三個 那個時候還是三個月考 我就會排兩週 兩個整週裡面我大概播出五節課 來上一個感官 那為什麼是六感 各位心裡面一定會想說 就是視聽首位而已 那哪一個多出來的 我們把心放進去 因為我們後來發現很多東西 其實都是心在做主 包括到後來我們也會提到一個東西 叫做共感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那也是心在做主導 所以我們就放了一個心進來 所以就會有六週這樣 那所謂一開始都是讓孩子去體驗 這個我後面等一下會介紹 那第二階段才開始讓他們去進行比較的動作 然後最後面才做延伸 那這樣是足足一週的課 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會有一個統整共感 每一個學期都有 從最開始午上的時候 在家長的幫忙之下 我們全班帶著出去墨園寫生 到後來我們可能到地震博物館 到美術館去各個地方 其實也是在練兵 因為孩子如果真的要帶出去游學 這麼多天的話 你一定要有辦法 先知道他們在外面發生什麼狀況 他們也必須要知道老師在外面會是什麼樣子 跟在學校是完全不一樣的 老師在外面不能很生氣 因為很生氣會很丟臉 所以那個時候你就要帶爸爸媽媽去 爸爸媽媽很生氣 老師就可以 欸 媽媽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對 好 來 那這個同時間呢 其實我們的島內游學還是繼續在做 我們要先蒐集資料 包括 因為其實我們在延伸那個部分 還是有做了一些訪問 因為我們覺得自己可能對六感懂得很少 尤其像老師自己好了 我就必須承認 我對嗅覺這一塊 還有我對肢體觸覺這一塊 很遲鈍 我的舞蹈細胞非常的糟糕 所以可能我在這方面 就沒有辦法開發學生這樣 那除了借助學校的同事的力量以外 我沒讓孩子去找外面的學習的一個管道 所以我們開始蒐集 還有包括景點你要去哪裡啊 好 開始就有真的去訪問 然後後面我們開始要進行聯繫 聯繫的是那些景點 聯繫可能是我們的一些去處 那後來我們就真的去執行這個計畫 最後整個計畫有完成 有做完這樣 本來也打算 他們表現是想要拍紀錄片 可是因為那個東西沒有從一開始就聯繫 是不太容易完成的 那再加上那個時候 我自己遇到一點小小的變故 在出發的大概前一個月我爸爸過世了 其實不到一個月大概三個禮拜這樣 那計畫本來有一度可能要喊咖 但是那時候我就想一件事情啦 就是說我在這個時候喊咖理所當然 因為這麼大的事情嘛 可是那就是在告訴學生說 不管你前面做多少的努力 你只要找得出一個具體的理由 很合理的理由 你的努力跟你的那個都可以放棄 不會有人怪你 但是如果相對的在這樣子一個這麼大的事件當中 你還是可以告訴孩子說 我們就是要把計畫做下去 那我想那是完全不一樣的學習 那我覺得那是我爸爸給我上的最後一課 所以我們就很堅持的跟孩子講說 繼續把計畫走 告別式的隔天 其實我們就月考 月考完之後我們就馬上出發 就馬上出發這樣 好 先看一下吧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沒有辦法讓各位六感通通都補一趟 我大概就是先挑了聽覺跟味覺 然後按照我剛剛說的體驗比較跟嚴重的部分 讓各位稍微看一下 那所謂的像這個體驗的部分 在聲音家族的地方 我的操作是這樣 我會先讓孩子去認識基礎的這些東西 包括各位無聲也是一種聲音 無聲其實對原始的民主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你在那個亞馬遜叢林裡面 哇嘰嘰嘰嘰嘰嘰又是叢叫又是猴子又是鳥叫 如果我一下子突然都沒有聲音呢 那一些亞馬遜叢林的原住民 你就開始很緊張 要不然就是天氣要大變 可能有突然的暴風也要來 要不然就是有那種聲染 很大的聲染可能出現在你的頭上 或者是有黑豹 或者是有惡人 已經是危險來了啦 那些東西都跑光了這樣 所以其實無聲對人來講 其實是一種 一種危險的訊號的一種本能 那有聲我們又再去區別 幫孩子分出來 就是有自然的聲音跟人為的聲音 那自然聲音裡面有一個有生命的 聽一下 這個應該要縮小 不過算了 不好意思 我竟然把銀檔關掉 這就是金魚的教學 當時我們是把畫面關掉 清楚讓孩子聽那個聲音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 就是讓他去透過的聲音 最近人也就發現 那個金魚他們也會有流行歌曲的 在東岸這邊 一 by發展出一個新的唱法 或他們叫叫聲 大概在三個月之後 一樣那邊的鯨魚就會大出一樣的東西了 所以他們也有流行音樂的東西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在人聲的部分也分為樂器啦 人聲這樣子 那樂器裡面分為弦樂 管樂 極樂跟鍵盤 那因為這裡面喔 學生票選出來他們最喜歡的是極樂啦 所以我們只要讓各位看一下極樂就可以 其他我們就不看了這樣 喜歡極樂其實對高級極的學生來講 很厲害不奇怪 因為這個年紀的小孩這種 很強烈的東西 真的非常感激 可是他們都會寫學習章 其中一個寫的他們有 我就覺得 他說因為他的屁股很有彈性 跟音樂配合得非常的好 我說你都在注意哪裡這樣子 大家也其實是啦 好 那在人聲的部分我們就分為性別 然後有真聲假聲這些 然後像人數合唱團裡面 他有混聲的也有同聲的 然後也有兩個三個的 然後到一整團 像最近的那個核心國小這樣 然後年代這樣 好 這都是我們先去開發 他們在聽覺這塊最基礎的東西 第二個階段我們就會開始進行所謂的比較 我覺得比較很重要 因為小孩子你看喔 叫他什麼東西好吃 他只會講很好吃 非常好吃 接下來就是非常非常好吃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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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他很難具體的去敘述喔 那我覺得能夠比較出差異 是很重要的一個過程喔 這個各位應該都很熟了喔 欸 這個沒有聲音耶 那這樣 好 沒有關係就當墨具吧 我們那個時候就讓同樣的一首歌 I dream a dream 然後去做比較這樣 這個是蘇珊鮑伊 然後另外一個是海莉 撲撲也沒有聲音 還好這個是有聲音 我們會設置一個情境 因為小孩子比較容易 對他入座比較容易想像 我們的題目是這樣 如果你是唱片公司的老闆 你要牽誰當你的歌手 那你要去學理由 那我們裡面有分為 真的是屬於音樂這方面的理由 跟其他的理由 當然多數孩子都要挑海莉 但是也有少數孩子要選蘇珊鮑伊 理由也不一而主啦 有的說他是個素人 所以我比較好管 他比較不會有那麼多意見 比較好處理 學海莉的也有講 他比較年輕會活比較久 我培養他可以賺錢賺比較久 然後寫蘇珊鮑伊 有一個寫的說 他長得很像我蛤蜆 其實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蘇珊鮑伊 因為我覺得這首歌 其實要有一點年紀來唱 才會比較好聽 簡單說要必須去進行比較完之後 小孩子才能夠知道那個差異 等一下後面我們還會再出現 那接下來在延伸的階段 他還是聽覺 可是他就記錄到另外一個狀況了 他不見得已經是在訴諸於聽覺 譬如說像另類的好聽 你好我姓葉 你要在地坊嗎 那請問像是出資大葉的葉嗎 這時候客人又問我大 我應該是金之玉的葉 對不對 所以就是一句話 然後不同的講法而已嘛 好 那同樣一句話聽起來不一樣 就是我們孩子在做美勞的時候 把那個腎的材料 就套到頭上去當護士 同樣一個材料 然後每個出來都不一樣 這個是護理長 好 來我們應該各位這個影片很多人看過了 什麼都不能跟人家比 誰像你一樣沒有用啊 沒有誰能像你一樣啊 不用什麼都跟人家比 他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比較短 那我們試著讓孩子去寫這樣子 一剛開始我們是說 你有沒有遭遇過這樣的待遇 你明明覺得說這句話你就好好跟我說得好啊 你講這樣子我覺得很難受 結果我們票選出來我一直都有著考試 結果不是耶 只要是哥哥姊姊的人寫的一定就是 你比較大你要讓妹妹啊 你要讓弟弟啊 你比較大他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嗎 他們寫的都是這一句 他們對這件事情最反感 我真的有點意外這樣子 那我們就想說好 那你會希望爸爸媽媽怎麼跟你說 哇這時候他們都學習當中 他們都嚇幾堆這樣 可是第二堂課我們跟上去就是 你有沒有做過一樣的事 你一句話可以好好講 但是你卻沒有好好的跟你的爸爸媽媽講 那我們那個時候剛好有發生一個案子 有一個例子 我們有一天心對他的小孩 就想要穿那個比較好的球鞋 他媽媽經濟狀況也不那麼好 就希望說他買那種比較便宜一點的 可是孩子就覺得說 我要穿那個鞋子是走路能夠這樣子 這樣子這樣子 對啊 可是媽媽只是說因為你長得快 那個鞋子你又是田徑隊磨得快 所以我們買那個800塊的 你1600的預算 你上下學期可以各穿一算 你的腳也許大了 比也許磨掉了這樣子 那我覺得說就孩子就知道說 其實只是角度不一樣 那個沒有說是誰對誰錯 所以孩子就會有這樣子的延伸 好 另外一個呢 傳聲筒 這個應該各位都有玩過啦 那我們在玩的時候 我們是讓孩子去試 用棉繩啊 用縫衣線啊 用釣魚線 各式各樣的線 去做為傳遞的媒介 那出來的效果有沒有不一樣 這屬於比較可能物理方面 那後面我們還是有一樣 都會有延伸的操作 就是希望能夠創造一些 他們跟家裡的互動的機會這樣 透過這個方式我們就要帶回去 然後呢你就跟你的爸爸媽媽對不對 透過這樣的方式去講一段 講一句你平常可能不太敢跟他說的話 爸爸媽媽我缺錢 這個孩子後來去當兵喔 去當海軍還真的有跟家裡的人這樣玩過 那在味道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是一樣喔 先讓孩子去吃味道 各位我們常講酸甜苦辣 但是其實辣不是味覺 它是一種痛覺 或者說是一種刺激喔 反倒應該是酸甜苦鹹才是喔 好我們要準備了各式各樣的刺激 我們稱這些為刺激 因為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是口感的部分喔 因為其實味道跟口感又是不一樣 那後面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這是黑咖啡 喝完之後就會是這個樣子 這個呢這個是鹽巴 這個吃到什麼 這個吃到這個 檸檬整片喔 所以它酸成這個樣子 這個呢它吃到的是蜂蜜 那後面這邊是口感 辣是一種刺激 好各位先看一下他們在吃 我們那時候吃的是芥末 然後我們就講說有沒有吃過芥末 因為那時候我很擔心 因為怕家長還是會有一些意見 還有吃過吃過 生魚片都吃過這樣 然後我們就用那個 切小塊的吐司去當做那個沾的東西 然後讓他們自己挖這樣 這兩個人都給我各挖了一坨 這就是下腸 哈哈哈哈 吃完立刻到外面就哭給你看這樣 然後整個臉都是紅的這樣 可是它寫出來的學生蛋就很有趣 它說芥末就像龍捲蜂一樣 它進到你的嘴巴裡面去 就是很少說味道 其他味道都沒有了這樣子 那這個是吃布丁一小塊一小塊的切 說像溜滑梯一樣就溜下去了 滑水道 這個是吃辣 車頭被攻擊 你看還有大炮啦 這些東西 這個是喝米漿 我們叫做滑順 什麼叫做絲綢感的那個口感 就是米漿 然後它覺得就像做旋轉背一樣 在它嘴巴裡面滑動的感覺 這個是吃素的 所以我特別幫它準備蒟蒻乾 可是因為我買那個蒟蒻乾品質比較不好 他說那個蒟蒻乾好像跟牙齒打仗一樣 怎麼咬都咬不斷這樣 所以他是寫蒟蒻條在跟牙齒打仗這樣 好 這是基本讓他們去嘗試完之後 接下來第二階段剛有提過嘛 比較 好 我們開始讓他去試這三種東西 各位有看到芒果 芒果乾跟芒果軟糖 那裡面有東西是真的天然的食材 天然食材加工跟完全是人工的材質 那這個是芒果 先聞對不對 然後再吃吃那個口感 好 這個是芒果乾 他們覺得味道差不多稍微甜一點 因為外面有些糖粉 再來口感只是失去水分而已 吃起來還是芒果 因為它有一絲一絲的那個纖維感 好 這個都是 後面這個當軟糖的時候 他發覺都不一樣 他連吃起來那個味道都不一樣 連那個甜的味道都不一樣 紅茶 我們有用茶包 我們也真的去拿了 那個我們自己在泡那個時候魚池香的紅玉 那個紅茶也很有名的 拿來給孩子泡 那個真的就是餵牛吃大米啊 浪費了 哈哈哈哈 對不對 就是 好 先讓他們喝喝看嘛 總是要色香味去聞聞看 聞完之後 其實我們真的要操作的是後面 我們常常講甜度 我們叫正常甜 到底什麼叫正常甜 對不對 你的正常甜跟我的正常甜會一樣嗎 很顯然一定不會一樣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從一瓢糖開始加 這個是我們做自然裡面最仔細的組長 所以他負責出來開始加這些刑具 對 開始加糖 從一匙加進去之後呢 各組就到回去 然後大家分著喝 兩匙 三匙 四匙 一匙到五匙 你覺得到哪一個部分你覺得OK了 OK了的地方 那個就是你的正常甜 那後來我們發現 其實小孩子都覺得 三到四匙是他們覺得正常甜 所以他們會發現每個人的標準 其實是不一樣的 我們要讓小孩子透過這個過程 讓他知道所謂的差異性 差異性這樣子 後面最後呢 最後有一個延伸的活動 延伸的活動其實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希望他們能夠去運用 運用我們前面教過你的那些能力 那我們就在聖誕節的時候呢 希望他們去做法國吐司 因為那個是相對比較簡單 而且那個場面可能老師是比較能夠hold得住的 萬一突然你租個火鍋啦 包個水餃 那個會造成什麼喘況 大概我自己都沒有什麼把握這樣 所以我們就去做法國吐司這樣 我們有要求其他的任務就是你要有你的出來的菜裡面 要鹹的 要甜的 綜合或創新這樣子 再來我們就是要請你小心這些一些原則這樣 好 大家開始說他們還有去配飲料 有的是配茶 有的是配那個柳橙汁 那這個柳橙汁我們會特別挑出來是因為我們後來到島內遊學區做分享的時候 也有讓那邊的一二年級的小朋友試這件事情 就是你喝柳橙汁外賣的那個美茶粿 跟喝學長在那邊 噤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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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給你喝的有什麼不一樣 他們都覺得美麗粿鍋比較香比較甜 可是明明那杯才是完全沒有加任何水的柳橙汁啊 為什麼還輸它 所以他們才發現說其實那個東西它不是真的 好我覺得其實在這個地方它也提供了機會 這是左邊這位可以看出來應該 這是應該看得出來是女生吧 但是是丟籤球的 田徑隊練籤球的 平常個性不講話 也是個女漢子 對不對 很難得 因為通常這個東西都會被人家拿出來講這樣 可是那一天他就有發揮機會 各位 現在這雙手正在撒糖霜的也是他 因為他們家賣早餐的 所以他就很會做這些東西 他第一次讓人家覺得說 他有他的這個纖細的那一面這樣子 那果然後來他們那組真的也就冠軍這樣 這是後來各自盛出來 送上來的玉扇 對不對 各自不一樣這樣 好 那後面都一定要有吃 像他有人配棉花糖這樣 吃也是很重要的過程 你要去吃自己的 你要去吃別人的 你有吃過不好吃的 你才知道什麼東西叫好吃 那我們為什麼要有甜的鹹的 因為其實像甜的跟鹹的很容易比嘛 我喜歡吃甜的 因為那兩個味道完全不一樣 可是要甜的完之後呢 我們在兩血糖裡面操作的時候就讓他們試 那如果我再加了蜂蜜跟再加了煉乳 你就要去分煉乳跟蜂蜜 我喜歡哪一個 因為兩個都是甜的啊 那你就必須要講說我喜歡牛奶的 因為我喜歡那個奶味 所以他對東西的形容就會更具體 除了從甜的跟鹹的以外 他還可以因為我喜歡那個牛奶濃郁的味道 他就再多形容進去 當他形容的層次越多的時候 他就越進到他的生命經驗裡面去 好 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是我們班語言障礙的學生 那他那天話特別多 他吃完每一組都會給予評論這樣子 那我覺得在創造這些機會當中 有時候都會是意料之外的 像我們在觸覺的時候有玩一個遊戲 更應該也都有組六個人嘛 然後三張報紙 然後再月踩兩張報紙 踩到後來只剩下一張報紙 然後誰可以撐得住 好超過10秒就贏這樣 那以下這種體型93公斤的人當然是中流砥柱 那上去的時候因為都有男有女 那鼓都是隨機抽的 剛開始大家還在那邊扭扭捏捏的 那個語文障礙等級 只講了一句 突突上來 就有人揪著他踩著他的腳的 跳到背上的 他們那一組後來就冠軍 第一名他撐最久 因為他夠重啊 他快完全hold得住 OK 對 我那時候真的被他笑翻了 好 那為什麼要去特別做這樣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想要注重的是 第一個就是開發 在體驗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著重的是開發 就是說因為不管是個人 或者是你一個家庭好了 你的生活的經驗一定都有局限性 你媽媽喜歡吃什麼就帶你吃什麼 你媽喜歡去哪裡就帶你去哪 所以你對這些感知 一定都有它的局限性 第二個是對於快樂這件事情 我們後來發現 我們是不太可能直接交給孩子 什麼東西叫好 因為那是他的事啊 我們也不可能直接交給他 什麼叫快樂 所以快樂這件事情他本身沒有辦法交 他必須是自己醞釀出來的一個認知 最後呢 我們能做的事情是什麼 只有豐富他們選擇的經驗值 還有要讓人有好奇心 其實我在那個開發過程當中 我常很意外地發現 小孩子沒有那麼像你想的什麼都要去碰 有些東西他們很堅持不碰 我們有超過一個做植栽的 很多小女生都不去挖那個土 因為他一直覺得那土裡面就是有蟲 那個土裡面就是有什麼 他就不太願意去碰這樣子 所以有些地方其實他是真的需要 我們去做開發的動作這樣 那比較的部分就是要去著重他的差異性 從那個比較當中你就可以發現 有些東西跟你經驗一些的差異 譬如說你一定會以為 柳橙汁榨出來的比較甜 其實並沒有 美麗果的比你更甜 那像芒果那些口感 茶鹽那些東西都是 可能跟你自己原來所猜想的 他其實是有落差的 再來你就差異當中 你就可以認識你自己 原來我一直以為我要喝到 這個甜度就夠了 哇 我也希望喝兩條就好了 再受不了兩條我才喝不下去 我要喝到三條 甚至要喝到四條 你就進一步的認識你自己這樣子 最後面其實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他必須發現每個人的選擇是不一樣的 你的好對別人來講也許不是 你認為這樣就夠了 別人認定也許不一樣 這在掃廁所就一樣 那個掃廁所像我們那個衛生鼓掌 他真是檢查到他會用右手指頭去摸 他用手指頭去摸 那我覺得那是每個人的標準不一樣 那我們就必須告訴他說 要如何去取得那個平衡 就在這個差異當中 他能找到說我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我肯定我自己 但是我尊重別人這樣 那最後再延伸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就是創造機會 其實因為如果在一般的學當中 像我們剛才提到的 國語 數學 社會 自然這些 你會發現有真的很多的小孩 他就連這個都不行 我甚至有看過那個跑步也跑不快 畫畫也不會畫 音樂他吹吹的那個唱名 他是這樣唱的 Sou mi mi fa re re do re mi fa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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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完全是同一個音階 但他就只唱那個唱名 你就很難去在你現在原來有的 傳統教學裡面要找到什麼 能夠給他得著或鼓勵的東西 所以我們只好往外去改發 在這個生活當中去找到 也許他可以表現的地方 像剛才我們講到那個女漢子 他在做這個點心這一塊他就很強 那我們在上一屆出書的時候 有發現有一個孩子 他莫名其妙的有攝影的天分 他很厲害 甚至我們後來到總統府區的時候 他還有拿到一張小記者證 他採訪那些人這樣子 然後面就是創造孩子跟人接觸的機會 我們在觸覺那個時候 曾經做過一個就是要孩子回去摸 爸爸媽媽或爺爺奶奶手上的 或者是身體上任何部位都可以傷痕 你要去觸摸他那個傷痕 要讓你這位長輩告訴你 他的傷痕是從哪裡來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傷痕 然後你再把他寫下來這樣 那其中有一個我們那個地方是裁縫 所以有一個奶奶他是被裁縫車針穿過去 再拉上來 所以他直接這邊也有一個洞 這邊也有一個洞的那一種 所以他就寫說 因為他就是奶奶養大 那他其實原來跟奶奶的關係其實並不好 因為單親家庭嘛 然後爸爸不在 然後阿嬤就是那種很老套的管教方式 可是那一次他第一次就覺得說 我要以後要長大要好好的養我的奶奶這樣子 那其中甚至有一個男生他寫到我覺得也還蠻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誇張的寫法 還是他真的這樣想 他說他爸爸身上有傷 然後就對面 他寫的是對面的傷疤 他講說你可不可以不要在我爸爸身上 他是最疼愛我的爸爸 我寧可你到我身上來 我也不要你在他身上這樣子 他就會有這樣子的表達 好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會創造孩子跟家長互動 還有一個是我們回去要求孩子要有一個親密接觸大作戰 在當然這個東西我先講 前面都是有訓練過的 不可能突然今天都一個課程丟下去 馬上就要你去跟你的左移右手擁抱 那個大概是抱不到 前面都已經醞釀我們說過有一個感州的某州這樣 那回去我們就講說 只要你跟同性擁抱就是一分 跟異性擁抱就是兩分 跟師長們擁抱就是三分 回去跟你的家人擁抱就都是五分這樣 哇 所以那小孩子回去就很興奮 一回去他看 媽媽 媽媽你在哪裡 你在哪裡這樣 媽媽在那邊主婦也要怕死 那孩子回去 在那條話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一定是出事了 出來出來那鍋子還拿著 怎樣怎樣怎樣什麼事情 然後他就走過去說 給我抱一個 就把媽媽扔下來這樣 而且我有規定要抱十秒鐘 要十秒鐘才 媽媽才能夠簽那個學習單這樣 那媽媽就突然嚇了一跳 然後正在享受那個 好久 因為男生抱媽媽的總是到高年級比較少 十秒鐘一結束 他立刻學習單抽出來 簽名啊 那個人感有沒有 立刻又降下來這樣 可是比較有趣的是 好吧 回去繼續炒菜的時候 雖然有一點點雲霄飛 但是還是有點偷偷在笑 聽到那個門一關 爸爸回來了 爸爸 爸爸 快要去抱他爸爸 他也會覺得很有趣 就是他爸爸也要坐一次那個遺銷飛車 因為跟小孩子抱一下這樣 有很多這樣的發展 再來就是說 在這個延伸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學習 都不是老師課程規劃的 譬如說我們再上到擁抱這一個 我們再講怎麼樣是親密的擁抱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有講擁抱 他其實是有分為禮儀性的 左臉貼一下右臉貼一下這種擁抱 但實質上後來後來小孩子跟我講說 他們覺得最親密的擁抱是從背後抱 從背後抱 我後來聽他解釋 我覺得還蠻有道理的 他說因為那個時候C跟C最靠近 你正面抱一左不右 他是錯開的 可是如果你從後面抱著他那兩顆星的距離 是最接近的 他是貼著的 而且你想想看齁 我想那男生寫的 我想那將來一定是情場高手 哈哈哈哈 還最接近的距離 不過實際上生理上面來講 動物性面上來講 你要讓一個人能夠從後面環抱你 你一定要對他有很高的信任感 要不然你就馬上給他踹啊 什麼過肩摔啊 那個女子防身術就來了這樣子 所以那個是我自己本來也沒有想到 因為老師沒有這個經驗 哈哈哈哈 好來 那後面我們可能是要走快一點齁 後面就剛剛跟各位體驗過的 講過的就是你在學校練習晚 還是要走出學校 那就把這些整合起來齁 包括坐公車啦 然後我們就去參觀了彰化的扇行車站 好這些都是在扇行車站裡面 用眼睛看用鼻子聞 因為他會有那個煤氣的味道嘛 耳朵聽這些東西都有 觸摸好去觸摸裡面 裡面有很多鐵紙的東西 這也都有 那味覺怎麼辦 味覺怎麼辦 老師特別有準備 其實體驗站有先廣告一下 他是不能夠吃東西 喝水 但是我們有先跟站長就是請示過 而且我們一直在拍圖師 一邊拍圖是切成六份 因為老師經費有限這樣 帶到那邊去現場都不知道 只有他們講說那個地方是不能吃東西的 然後大概在那邊耗了一個半小時 我們都我們很習慣到每一地方去都要畫畫 我覺得只有畫畫他才能夠真的靜下來 去把他看到的東西記錄下來 從所謂的瀏覽到變成觀察 到後來會變成欣賞 那當他們忙了一個 早上晚之後呢 到十一點半 還吐司端出來一個人一片 那我們要講就這一片 所以你要很快的把他吞下去 那也是你的事情 可是你可以慢慢的攪 你就可以跟這個吐司有更長的相處的時間 他又一直攪…攪很久都捨不得吞下去 攪到後來就有小孩子講 欸老師吐司會甜耶 各位都知道嗎 其實那些澱粉在嘴巴裡面充分的 跟口水發酵完之後 他是會產生甜味的 可是平常為什麼吐司都不會甜 他根本不會讓他在嘴巴裡面待這麼久 就吞下去了 所以我們就跟小孩子講說 為什麼這樣你要細嚼慢驗嘛 對不對 而且我們那時候他也是給他們親近 你們現在是火車站的工人忙了一整天 就吃這片吐司啊 那個什麼心境要把它寫下來 這樣他說 嗯 我們平常在家裡都是告草莓 都是告花生醬 在這邊是告沒有的味道跟風吹沙 對不對 所以味道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們還是有體驗的味覺 還是有體驗的味覺這樣 好 後面的地方都是那一天坐車 散行不散 那我們後來也去了很多像 這個是去寫生 這個是在地震教育園區 這是在台中的美術館 然後後面我們有提過 一樣我們訪問這個部分 一樣都會製作小書 這樣才能夠送那個邀請函出去 那這個部分是去哪裡呢 等一下 這個是到星巴克 我們找到徐光宇總經理 然後他就幫我們帶領味覺這樣子 他其實帶領的是嗅覺 因為咖啡的部分我們排訂的是嗅覺 在味覺的時候我們後來排訂的是葉宜蘭 那這個方是黃玉玲 我們去跟他學音樂 就是聽覺這一塊 這是葉宜蘭 他是齒 這個是楊慧山跟張 這個是觸覺 因為他們做的是流離 那個溫度是非常高的 好 所以也是一樣把前面學長姐的一些經驗 好 這個地方到梁顯堂去找那個成仇阿嬤 我們學的是心覺 因為我們後來就在島內有學的最後一天到梁顯堂去做志工服務這樣 還好我們有訓練過擁抱 因為陳寶阿嬤他對所有來的參訪的人最後的一件事情就是用擁抱來送他們離開 他跟我講說 欸 孩子擁抱都不會害羞 期待孩子女兒女兒捏捏捏 我說因為我們在那邊已經抱到 對啊 好 那島內有學我想我就稍微快一點的提過 因為這個就只是一個六天的行程這樣 我先報告一下這在學期中並不是在寒暑假 因為在寒暑假有很多的學校或一些單位 他們自己本身也休假是不可能接待我們的 所以我們這個計畫當初是有上文到縣府 然後由副處那邊直接就是hold這個案子這樣子 這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我們從新竹高鐵一直坐到台北這樣 只有 我好像那時候花一個人好像四十塊吧 然後我們去中正經營養堂看這個衛兵交接 這個地方就跟視覺 聽覺 甚至跟觸覺都有關係 等到那個哨子一吹之後就不能講話的時候 你開始就覺得那個空氣湯中 那個雞皮疙瘩會上來 那其實是一種觸覺 好 後面那天是在雲門的南門教室那個地方 然後林花美老師就安排了兩間教室 然後四位師姿帶孩子做自體抬伐 有罪惡的一款 那孩子你看這個 他們其實大概那天都只有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可是這個在後面他們有一個展途的時候 就都可以做到這樣的肢體動作了 那可能也是這一屆比較 他不會跟你講 他不會跟你講 然後有一小段的影片 他們最後的十五分鐘有兩組互相的PK 我看一下能不能看 他們有一個超偶師跟一個另外扮演小木偶 那那個關節就是他們的支點 所以他會有一條假設的線去牽引一個支點 去做小木偶的動作 這意思就是機械舞的遊覽 那實際上他們練到後來 其實只要把另外一個超偶師取消掉 你自然就會跳魔舞 好 他去騎他腿的關節 手的關節 這個女生平常是負責收作業部的 那個男生是作業最常持交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正在進行報復的動作 好 我們就讓各位開一小段就好了 這個 我們最後也蠻特別 這個地方他們最後也是擁抱離開 那我也是聽到一樣的這個說 就是說 你們小孩子好大方 每個都有敢抱這樣子 我說因為老師長得很漂亮啊 後面我們有到 那天晚上住在北投的熱海的飯店這樣 那其實飯店本身就有 就有那個溫泉可以泡 可是因為是裸湯 所以老師也不敢帶學生去泡 所以我們就到北投的那個公共的溫泉那個地方 因為是穿泳褲的 所以可以 那我們沒有強迫 因為孩子 有些女生可能還是比較害羞 所以最後我記得好像是有13個人吧 裡面好像有9個都是男生 4個是女生 還是有女生喔 然後我們就去泡湯 然後其他的就放在那個飯店 有家長幫忙掌控這樣子 那進去的時候其實老實說出去玩 剛剛講的嘛 延伸學習就會有一些額外的那個 他們一看換完泳裝之後 把那個當游泳池你知道嗎 不同不同 一個一往下跳 這樣十幾個往下跳 然後坐在那本來 拿一條毛巾蓋子的那個老先生 就啪啪啪啪啪 立刻站起來 誰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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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來的野孩子啊 老師趕快過去道歉這樣喔 那個 欸 可是人家那個老大哥知道說 喔 原來是張華來的小孩子沒有泡過溫泉 然後就來來來來這裡 然後就告訴他們怎麼弄 喔 這裡有一個窩 對不對 這最好做 你就窩在這裡這樣 那那個溫度都不一樣 小孩子回去學的那個學習台也很好笑 他說泡溫泉就跟打電動一樣啊 就35度的開始泡 然後再泡38度的 38度去泡42度的被燙死了 就到那個冷泉泡一下復活再回來 哈哈哈哈 所以他們就用電動玩具的方式去解釋這件事情 也還滿特別的啦 第二天我們是味覺 我們一天大概就是主要有一組打 但不全然都是 雖然我們早上就是在北投的福濟寺 那天我們我預計很好有遇到住持 然後也說明了那個全手觀音的那些點故這樣 然後我們還要在那邊一個早上 然後就聞到那個濃濃的硫磺的味道這樣子 所以也順便就培養了一下嗅覺 那中午我們大概10點就到 開屏站的學校一直搞到下午2點 對 我覺得這學校真的是非常用心 他們除了出動他們的那個老師兩位以外 還出動了我們6組嘛 每一組都有兩個小師傅他們自己的學生 然後食材全部都由他們供應 然後包括他們中午的那個中餐 本來是一個實習餐廳也有在一夜 那天也停夜 就是廚飯也給你用 餐廳也給你用 所以我們那天就吃自己煮的東西 其實我們有準備經費 我們前面的募款也是有預算這一筆的 可是我覺得那個董事長跟我講的一個 我覺得很 我覺得真的就是教一家那個 他說如果只是為了要滿足你們的小孩的話 你幾萬塊給我我都不愛嘛 重點是我的小孩 我自己的學生沒有這種去帶小朋友學習的經驗 我要讓我的學生有這樣子去當人家老師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他才會同意而且完全就是指出我們這樣 各位從早上10點一直到下午2點這個地方 好 學生自己煮自己吃 鯊魚 真的耶 連鯊魚都自己來 然後炒菜鍋子自己翻自己炒 每一組煮不一樣 然後再把它分成6份 好大家就會有只煮一道菜 因為一組要煮6道菜 我想大概怎麼生都生不出來 然後我們有學習那個餐桌禮儀 就是說這就是小師傅 煮第一碗飯要先呈給你們的師傅 開屏也特別介紹說他們的學生都有一個敗師的禮儀 只是說因為那些時間的關係 沒有讓他們孩子去做這樣的一個動作這樣子 我到現在看起來還是覺得很難想小孩子煮出來的菜 我那天都想說 我是不是應該先出去買點胃藥還是寫 對 那個腸胃藥 因為我沒有準備這個東西啊 可是後來真的比我想像的好太多了 好 完了之後我覺得很那個是 他們小師傅帶著他們 再把他們剛才所使用的那個場地 全部在復原 包括擦乾淨 那小孩子我覺得都會有點偷懶 因為尤其是已經玩到那之後了 他們的師傅真的很嚴格 因為他們講的很有道理 你今天把他擦乾淨 跟你明天要用再去擦乾淨 那一個檯面上的細菌量是上萬倍的 你今天把他處理乾淨之後 明天檯面上的細菌量非常的少 可是你今天偷懶一點點 你明天要再處理的時候 那上面的細菌已經是上萬倍的細菌 所以為什麼一定是今天要處理 好 那小鐵星德的時候就講說 齁 吃一頓飯有夠乾淨 所以我說現在知道你媽媽有多辛苦的 好 每天做 每天做 好 下午我們就來到 就翻過去了嘛 來到金車的衛士忌的酒廠 這個是體驗嗅覺 因為小孩子絕對不可能喝嘛 所以他只能體驗嗅覺的部分 那讓他們去參觀那個製程 讓他們也去聞 他們也有準備茶類的飲料 然後這時候家長跟老師就躲到旁邊去 去喝開了 第三天在試覺呢 我們早上先去了羅東林場 社會課本裡面有 林場的木頭為什麼要泡水 木頭為什麼要泡水 因為他們就想說 因為從山上嘛 他們就直接推到那個小河 裡面小河就這樣 一直衝下來 我說你們那個應該是八仙樂園 什麼之類的玩太多了 其實泡在水裡最主要是因為 它曝曬的時候水分會一直蒸發 蒸發木頭的裂紋就會一直裂進去 裂進去之後到時候 你要使用它的時候就要刨除 它裂得越深 你刨掉得越多 那剩下的木材的體積當然就越小 所以丟在水 除水 除木池裡面 讓它一邊吸水一邊蒸散的過程中 它可以保留使用的木頭最大的體積 保留它最高的產值這樣 所以我們帶孩子親自過去那邊看了一下這樣 坐鐵路 我們那次高鐵也坐了 台鐵也坐了 北捷也坐了 高捷也坐了 然後那個渡輪也坐了 就是不敢騎腳踏車 這個我覺得因為畢竟拉那麼長 我覺得它有一定的危險性 他們後來心得是如果要看風景 還是坐台鐵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我們在清水帶來那個地方 讓他們下來剛好看到那個三層的彎 然後我們在那邊 跟大海跟海灘拿紀念品 因為我們是這樣子啦 孩子一定會回去一定會想要帶紀念品 可是財富還是有落差 所以老師同意要求 通通都不能夠花錢買紀念品 你要帶紀念品回去可以 你在這邊解十個垃圾可以換一顆石頭 你就帶那一顆石頭回去當紀念品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有一個祭灘的一個活動這樣 那主要的活動其實是在下午的這個太魯閣那個地方 因為視頻嘛 讓他們看一下 我們在國語課裡面有學到 鬼附神功的太魯閣 我忘了已經是五六年級哪一個年級的課程這樣 也滿意外的 我有一個其中一個小孩 看到那個墜路大斷崖 立刻當場就吐了 因為他的視覺上 他那個空間的那個平衡感 他符合不過來 他就這樣一抬頭一看 然後再這樣看一下那個深谷 然後就吐了 就直接吐了這樣子 那我們把時間後來放在那個 部落灣那個地方寫生 也是剛才那個道理 你要先選擇對象 那就是挑 我為什麼要畫這棵松樹 好 一樣有三組都要畫這棵松樹 理由是因為遊覽車最近 等一下 不用走那麼遠 好 那你三個人都挑了同一棵松樹 你畫出來就不一樣 他就會選角度 那其實這些過程當中都是在做選擇 都在挑他的美的地方 他認為這個角度最漂亮 他認為這個角度很容易畫 所以這個地方他就是我剛剛講的 從純粹的瀏覽進入觀察之後 到最後他會欣賞 其中有一個要去看了幾個角度之後 他就放棄了 他決定去畫別的 他覺得他找不到他可以下別的地方 好 那第四天是聽覺 早上我們現在花蓮的北回歸線 因為一定從那一路下來都會經過 然後再經過水往上流 知道那個是地形的落差 這個其實跟視覺也有一點關係 這是視覺的錯覺的關係 然後最後我們到武林國小 去聽所謂的八路合音 那下午我們到那邊有一個森林公園 那這邊有一個琵琶湖 當場啦 我們就立刻 因為我們有剛好朋友來參訪 買那個悲男的那個包包 也還有悲男包包剛好一個人 一顆是夠的 可是飲料不夠分啦 因為他不曉得有多少孩子 所以我們就把飲料當獎品 要讓因為我們有六組嘛 每一組都去以琵琶湖為題材 來 你是觀光局又來了 我們現在又給他一個角色 你是觀光局的局長 你要怎麼樣去寫一個文案 來推銷你的琵琶湖這樣子 琵琶湖的由來這樣 那其中第一名的 他們的說法是這樣 說反正是上天天神 他有三個小孩 然後最小的那個很頑皮 就欠膠袋 萬膠袋 他有一把神奇的琵琶 四根玄 地水火風 不要亂碰 那最小的那個就碰 對不對 碰了第一條發大水啊 整個東就淹滿大水 然後他一緊張碰了第二條 又發大火 他拿不住一丟 丟下去之後 砸出一個琵琶的形狀 然後把水整個就收回去 然後就變成有一個琵琶湖在那邊 這是第一名喔 就在那邊只有十分鐘響的時間 最後一名呢 他說因為琵琶湖旁邊種了好多琵琶 所以叫琵琶湖 我說你字都沒有搞清楚喔 此琵琶非彼琶 所以他們當然理所當然的最後一名這樣 他們還是有得到獎品啊 洗杯子 因為洗完才能丟 好 我們在那個草坪上玩那個打滾的遊戲這樣 第五天嗅覺 我們到高餐 這個叫品香波 那個每一個波裡面呢 他都可以釋放出一個味道 那這個是跟法國的一個品酒的協會 特別買那個專利 他把本來一小坪一小坪的東西 概念化成一個房子 那那個地方你只要把鼻子湊進去 然後按一個按鈕 他就會釋放香精出來 你就可以去猜那是什麼樣的味道 總共大概有將近100種 那我們那天去老實說我們對面的死 因為那個東西真的很貴 但是他有拿了紀念的那個小小的那一波 出來給我們聞 那真的就會有一個 有一些小孩子你會發現 他在嗅覺方面就是特別的敏感 像有些東西我們很難區分 他們一聞 他們就可以聞到說這個是杏仁 而那個是橡膠 即便我聞起來覺得我覺得都不一樣 他們就可以分得出來這樣 這個是他們在品酒教室燈光烘黃 是因為那個酒拿起來 他們要特別教他們 為什麼一定要拿那個杯子的那個 高腳的那個腳 而不要拿那個杯圓 所以他特別有教他們什麼品酒這樣 OK 那下午我們就到奇幻泡材 嗅覺嘛 奇幻泡材去體驗嗅覺 是不是很奇怪嗎 濃濃的雞油味 還有呢 奇蹟有海味 我們還真的遇到就有人在那邊曬飛魚乾 就小孩子就到那邊真的就有海味 然後到他老街上 那個地方滿滿都是烤魷魚的味道 所以那個地方其實有非常生猛 各式各樣的味道這樣子 那我們也做了渡輪 這剛剛跟各位提過的 最後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那六天其實最後兩天 是跟我們學校的另外兩個班講好 我們在高雄碰頭 我們還是希望這三個班月比 當初是四個班 四個班彼此 因為他們還是有共通的朋友 那夠畢業晚會還是該辦的要辦 所以我們他們的第一個晚上 我們的最後一個晚上 我們在高雄住同一個飯店 也辦了晚會 對 辦完之後隔天他們繼續往南下 我們繼續往北 因為我們要去南投 我們最後一天的職工服務這樣 島內游學最後一天是新爵 我們先帶他們去做梅利島捷運站 然後去畫了那個光之窮底 比較意外的是我在那個地方delay 因為那個小孩子一看到完之後 就有一個男生跑過問說 我可以畫畫嗎 我說可以啊 因為我突然有小孩子 有主動的學習音樂 或者是想要去做的事情 我們都非常開心 他一坐下來畫之後不得了 其他通通都跟著都坐下來畫 因為我們上次的論文都提過 我們平常的訓練 我們到各地去都有寫生的那個動作 所以他們以為要做這件事了 結果開始都很認真的畫了起來 以至於我只好打電話 出去外面跟遊覽車司機講說 因為那個地方不能停車 他很難停 在中正路口那個地方 寄集管那個地方很難停 我說大哥要怎麼辦 我看你小孩子坐在那邊畫的圖 這可能要在那邊畫畫的時間 那個大哥非常好 髒話的客人說 你繼續我 我還在那邊 對不對 繼續去繞 因為他那個地方是沒有辦法停車的 然後他就多繞了好幾圈 讓我們就為了在那邊完成畫畫這個動作 下午我們要去梁顯堂之前 先去山芋書院 各位不是因為那邊很漂亮 是因為那邊午餐很便宜 他們有學生餐廳 一個人只要40塊隨便你吃到飽 那午餐的媽媽知道我們特地來 那天還做了香蕉蛋糕招待小孩子 每個人都有吃到一份這樣子 山芋書院真的很漂亮 家長都跟我抱怨說 怎麼這裡只有排40分鐘 因為吃午餐時間就是40分鐘 好我們最後在梁顯堂呢 帶他們那邊 他們有成立了一個類似像 客化安靜班專門照顧埔里那個地方 可能比較弱勢的孩子 一二年級的那個客輔班這樣 那一天呢 他們有人負責當關主 有人負責當帶隊的大哥哥大姐姐 就像平常人家帶他們玩那個樣子 還有人負責什麼 還有人負責去當做那個餐點的 因為還是要做位子的體驗嘛 所以還是要有人出那個法國吐司 我們剛好提過還有鬆餅 所以那天其實家長 我們還有特地一車的家長 從彰化趕過來跟我們會合 如果沒有那些家長 我大概很難想像那天的狀況 可能會有小孩子頭上插著刀的啦 然後躺到然後再跑來跑去這樣子 對 很可怕 好 這個地方我們是讓他們一樣 就是體驗鬆餅 然後還有這個就是法國吐司 對 法國吐司 我先說明一下 因為小孩牙齒在透 不是我們的鬆餅肩的很硬 因為每個看這張照片 都覺得說那個鬆餅 到底是有多硬 他需要用啃的 好 那後面我們也有表演了聽覺的這個部分 那那個地方我們有一小段 小孩子帶小孩子的 我覺得那真的好累 小孩子帶小小孩 然後老師就已經快呼過去了 我們有一次強調小孩子不能夠去形容 說出裡面的名稱 比如說眼鏡 你不能講出眼鏡 然後蘋果你不能講出蘋果 小孩子都很遵守規定 他們都沒有講因為會直接蘋果 老師就很傻眼 因為我們完全沒有想到 第一年級的小孩子會有這個動作 好 那這幾天完之後 說實在話 我想問一下如果你是爸爸媽媽 會同意你的小孩子 去參加這樣的畢業旅行嗎 會的什麼 我們那時候36個 謝謝 還有真的有一個家長不讓他去 因為他們說那個翁牙公公 他那個不可以遠行 所以後來我們還有去跟翁牙公拔杯 對不對 後來翁牙公的同意 我們才讓那個小孩子有跟上去 我們36個都有出門這樣 可是就這樣的一個計畫完之後 我們馬上還在想 因為我心裡面還在想說下一次 我老實說啦 我沒有再打算帶第二次 因為我覺得當中有太多的變數 那三天是可以的啊 分成兩趟走是可以的 可是就在那個時候開始 就有很多黑天而不是我們想像的 課稅 2011年的1月7號通過 然後2012年開始課稅 課稅老實說 我覺得這個課也是應該課的 年紀異例就不談了 課稅也是應該的 可是他馬上影響我們的是什麼 除了錢以外 對 授課時間 我們馬上都還記得嗎 調整四節檢課 我們以前在鄉下地方 我們是上足24節課 那那個時候你檢完 我想說至少那還有20節 可是不是 他是用16節算給你 也就是說我不再像以前 美劳也是我上 音樂也是我上 體育也是我上 還有綜合活動加上早上老師的時間 我有那麼多時間 我通通都可以來搞這些活動 所以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那怎麼辦 這些活動還要做下去嗎 那如果還要繼續做下去 如果在這樣的一個經驗當中 讓我覺得說這個對孩子是有益的 那該怎麼做下去呢 那我後來只好很簡單的去想說 就是透過模組化跟客製化這兩件事情 這樣本來有一個小影片 我想你就不讓各位看好了 所謂的模組化就是我把我以前的這些實施過的教材 教案留著 它就是一個模組 等到這個孩子所謂的客製化 其實簡單來講就是找孩子的需求 早上那個老師有提到看 從孩子的需求看見自己的責任嘛 就是從這個地方 我去把這樣子的課程做一個配套組合起來 那樣的速度會很快 那我可能也不再像以前一樣 是執行一個很完整大的計畫 而是可能是我的教學上 或者是孩子有什麼狀況的時候 我才跑出來 那當然如果它自然而然的發展成了一個學期 或者發展成了甚至一個學年的 我們也不會去拒絕它 當然那個就要看老師有沒有那個課的時間這樣 那我先稍微介紹一下 我的大概去注重的點 第一個就是需求 我覺得找到需求學習就會自然而然發生 這個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剛剛有跟各位報告過 其實我在第七屆的時候 有試著要再去做另外一個計畫 叫做綠巨人 我們找了像台庚九號的許博士 然後找了素醫生 找了很多像有一個大樹爸爸這些 希望去訪問這些人 可是那個計畫後來無疾而終 除了遇到剛才的教師課 所以我的課一下子 因為它是突然在我的六年級的時候發生的 我的課一下不見了 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跟之前的兩個計畫比起來不一樣的地方 那個計畫是我想出來的 是我要做的 所以小孩子到那個很累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說 都是你說要做的啊 對不對 我如果我們前頭到最後也沒說要做的啊 可是以前的計畫不一樣啊 以前的計畫都是他們說要做的 要去島內有學也好 要去出書也好都是你們說的啊 所以累的時候老師都可以跟人講 是你們說要做的沒有人比你們喔 那其實撐一下過去之後 訪問很有趣啊 出去很有趣啊 那些事情也就忘了 可是當那個需求不是他們孩子自己發生的時候 遇到挫折就很容易停頓 包括老師也是喔 當學生幾次跟你講說 這幾塊又不是我們要做的 真的就做不下去了 就真的做不下去了 好 所謂的這個地方 我們就不會讓各位看 其實他各位那個影片還滿好趣的 這個是我印象比較深刻的 因為他很有趣 中午小孩子都不喜歡睡覺 那我們有一個攝影組 因為出去不可能老師在帶著小孩 我還要幫忙拍照 所以我要訓練一些會攝影的人 那他們三個人為一組喔 不要練習拍嘛 一個要練習背拍 另外一個第三個人他就去看 喔 你剛才為什麼手指頭擋在鏡頭啦 所以要拿得歪歪的啦 或是你拍的時候都會這樣抖一下 所以你的那個畫面都是不清楚的 那小孩子因為不想午休 所以他們就開始出去做一些 剛開始這張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他是有一張前景清楚 然後呢 後面比較模糊 那這張他們開始還去跟樂隊界 一些這個手風琴然後在那邊玩這樣 那其中第三個人現在正在準備落葉 他在秋風當中手風琴 然後灑落葉這樣子很瀟澀 灑得太多人還在喊 不要再灑了 不要再灑了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小孩子 自然而然發生出來 這是我回來在檢查相機的時候看到的 我覺得很有趣我就把它留下來這樣 所以你真的找到孩子他想做的事情 後面有很多學習 根本不用老師去做太多的push的力量 他會自然而然的發生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 我可能需要讓各位先看一下這個影片 就是找到孩子的需要 我們的家屬體才會是正確的 就是西伊利亞兒童跟少女原住的基金 他們想要告訴孩子 如果你被家暴 你要打一個電話來跟我們用訊息 他會注意他會做這個洞窟 所以他們的廣告公司就利用了一個 身高的一個視覺的落差 這是我們當時在做視覺的時候找到的影片 10歲的小孩子的平均身高是130 所以他看過一個角度已經跟成人180的身高 所看到的角度是不一樣 他利用兩面所謂的光榨逸刷技術 所以大人看到的只有上面的文案 而小孩子看到的就是臉受傷 而且會顯示你的電話 大人是看不到那一支電話 所以只有這樣的狀態之下 你才能夠讓真正受虐的孩子 有看到求助的方法 而那個在打他的人 不知道有這樣的一個事情正在發生 所以我覺得說看到孩子的需要 我們才能夠真的讓那個課程是真的有效的 那我先示範一下 就是說我在前一次六感操作的時候 跟我後來現在在做的事情 我們那時候在做香蕉的行銷的時候 我們有讓孩子去想 香蕉可以跟什麼做結合 這樣你在打廣告的時候才能夠畫圖 才能夠去舉例 香蕉可以跟月亮 猴子這個都沒有問題 冰品 冰品是什麼 香蕉聖代嘛 OK 小小冰 你看Banana 孩子叫Banana嘛 OK 滑島 正常 我們希望他盡量想 不要你們這猴子星星 那什麼金剛那個通通都算一類啦 OK 好 海灘呢 香蕉船 香蕉船 OK 旗山 還有盛產香蕉 這是社會課本有教 不然我才不相信他們知道 最後這個當初我有很考慮再三覺得要不要列出來 我們自己是沒有啦 那各位老師應該還可以接受 你香蕉有個芭蕾有沒有 哈哈哈哈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是把這個去掉 我們沒有讓那個 好 那那個時候當時只是很純粹 就是想像說如果今天你是農業課的人 你要去推廣你的香蕉 你可以從什麼地方去發想 從那個地方去入手 去畫你的東西 而不是只有香蕉嗎 那到了我的下一屆開始 我們有一個孩子他對運動非常有興趣 可是實際上他身材這麼矮小 將來要成為運動員的機會非常少 可是因為他目前的表現 他又是田徑隊裡面相對是比較好的 所以家長要去跟他溝通說 你不能因為運動而不讀書的這件事情非常困難 所以後來我們就希望讓孩子知道說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真的 不管什麼因素你沒有辦法成為運動員 你會希望你是去上班的上班族公務員 還是你的生活跟運動有一點關係 所以從運動去發現有哪些記載選手 這是他最希望的 要不然你也可以去當健身教練 要不然你可以去看運動用品店 再來防護員還有運動經紀人 裁判體育記者最後穿線員 他們連聽都沒有聽過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不讓各位特別看 其實穿線員就是在穿網球牌 這是需要認證 這是陳柏君今年27歲 他有10年的穿線的經驗 他有這四大認證 在國內這個只有10個人 所以各個大小的比賽 他們都會到現場去幫忙做穿線這個動作 那個薪水其實比我們想像的要好很多 所以我們就是要讓孩子知道 那像穿線員他很特別 他是需要去算計算棒數的 你那個棒數出來對跟不對 那個彈性落差非常的大 各位有興趣可以回去Google一下他的影片 那個球直接彈跳給你看 那個完全是不一樣的 而且那個地方他還有講很清楚 那不能偷懶 因為你張完直線完之後 如果你要丟著去休息一下 你回來發現那個弓已經被你崩斷了 整個球拍整個斷掉 因為那個硬力的關係 好 那後面這個地方呢 還有一個東西我覺得很重要的是練習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在這裡現場有人看海賊王 有嗎海賊王 這是誰 大媽 大媽 年輕的時候 對對對 他年輕的時候叫夏洛特比利 他同時扮演被霸凌者還有霸凌者 那影片我們就不再看了啦 我們班最低就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 人都在那裡面 我們都不特別講是誰 有個小孩子他在第一次月考的時候 他本來功課就不好我知道 可是沒有差到5顆裡面有4顆不即可 而且全部都在50分以下 4個女生 我真的就好好叫他過來訓了一頓這樣 因為我不覺得他上課 跟他的成績會有這麼大的落差這樣 那一開始他都沒有說什麼 那禮拜五發了考卷 禮拜天我就說他媽媽的話 那個聲音一聽就知道是剛哭過的 就講說他的女兒在需要被霸凌 因為他的左右的鄰居一直說他會作弊 說他成績不好會作弊 那後來去追究那個原因 確實是因為他在三年級的時候 發生過一次這樣的案例 那之後他就沒有再做過這樣的事情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非常老實的女孩子 可是旁邊那兩個正義的魔人 就會用這樣的方式 只要他撿個叉子 哎呦又要作弊了 或者是這次考得特別好一點 考氣質分他一定是偷看的 那甚至到後來變成在考試的時候 會故意把那個桌子瞧一點 不要被他看到喔怎樣這樣之類 那次那個女孩子後來就直接這樣 我就考很差 如果考很差你們就不會再說我作弊了 考40分跟30分應該夠了吧 這樣夠爛了吧 你們就不會再說我作弊了 那那個時候其實我們遺忘的經驗常常會 其實這件事情我後來會覺得我一直檢討 我剛才甚至有點不太高興的對那女孩子講說 因為我注意過這個事情 他們在午上的時候曾經有來跟我告過這個狀況 說這個女生之前有作弊 會怎麼樣怎麼樣 叫我一下分座位的時候要如何如何 我說沒有發生的事情就是沒有 而且我相信他如何如何這樣 我已經有處理過 我也跟他講說 如果再有類似的事情 你一定要來跟老師講 我那時候很生氣的是 那發生這些事情 那這樣一個多月兩個月來 我什麼都不找我 那他就哭著說因為老師已經幫過了 我好意思再麻煩你 我不曉得要怎麼開口 那那時候我才發現說原來有很多事情 我們理所當然認為就是這樣會發生的啊 那孩子並不會 所以我後來就讓他孩子寫了一張學習單 前面我幫他開頭 老師你好 我是誰 謝謝你上次幫我處理什麼的問題 但是最近後面我就空著了 我讓他去填 因為他其實沒有做過這樣的訓練的時候 他真的不曉得該怎麼樣去跟人家求救 那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要注意的是 其實那個霸凌別人的人 也是我們常常忽略掉的那一個 他其實是我們剛剛很有正義感的一個人 他做這件事情他認為是一個對的事情 其實對我來說我覺得處理他更困難 因為他的功課 他的智力各方面都非常的高這樣 他也覺得自己在做一件對的事情 我要怎麼去溝通他讓這件對的事情 不要去影響他因為來說 就是等於讓他來變成是非不分 那這個部分因為就已經是學期末的事了 所以我還在想 我還有一個暑假可以慢慢的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們常常告訴孩子那個結果 但是卻沒有告訴他該怎麼去做 但是跟後面這一個 我講到的這個過程又不太一樣 過程的那個部分我們著重的是 這件事情可能連老師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這個時候我們只要陪著他去經歷那一段過程 就好了 這個是我覺得在生命教育裡面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像這個東西是我們每次來台北的時候 都會發生過的事情 就是走錯路 那我都會故意先不講 錯到我覺得不可以的不能夠再錯下去了 因為那個訪問有時間了 我才會提醒他說 欸你要不要再查一下你的地圖 好像不太對囉 他們就說 對啊我就覺得已經不對 跟我查的不一樣 他說那你覺得不對就開始往回走 走到你有把握的那個點 通常走到那個點我就會跟他講說 對就是從這裡就開始走錯了 小孩子在這時候會很生氣喔 你知道你怎麼會找到點說 他說你不確定你怎麼會找到點問 這個時候他們就會知道說 有些錯誤的過程你是要陪他去經歷 我們都很希望避免錯誤 可是有很多的學習 其實是在錯誤當中所建立起來的 這個地方我們在 我也示範一下 就是我在六感體驗的時候做過的事情 然後現在拿來我的課堂 再做另外一件事情 我剛剛講的模組化 在觸覺體驗的時候 我們曾經讓小孩子去做過植栽 這個叫換盆 各位很容易看得出來這是羽狀機關花 其實那個時候純粹只有做換盆的計畫 可是後來我在這一屆的孩子 這個是在上一個班 上一個班有發生一個比較特殊的狀況是 那個孩子的外公過世了 他跟他外公很親 那外公過世的狀況是這樣 他每天回家就是外公在家 然後就是他忙 因為爸爸媽媽都還在忙 那那天回去的時候外公坐在 因為我們那個老房子都很長 坐在裡面看電視 電視還開著 然後他進去就發現說外公在那邊看電視都沒有聲音 他叫他也都沒有回應 然後他就去推他外公說 阿公我要把電視關起來 一推外公就倒了 也就是說這樣一個大的房子裡面 在一個這樣燈光昏黃的狀況之下 只有他跟一個已經過世的老人 所以他其實是完完全全被嚇到了 所以那個事情完之後 他莫名其妙的大概在整個六年級的時候 他都有跟我提過說他會怕黑 他開始覺得晚上會有一些他看不到的東西 他開始對死亡產生一些恐懼 所以我們開始去操作一個課程 就是說好 我們一樣 我們那次也是利用這個執在的課程去說 如果這個黑袋子就是你的身體 他已經滿了 他已經爛了 不漂亮了 你是不是去幫他換盆 我們就換到一個更漂亮裡面來 我們再加進另外一塊 就是我們帶著他們去 種一帳篷 種到大樹底下 這個是取樣的照片 因為那次我們沒有拍這樣 因為在基督教的觀念裡面他們不是這樣 他們不是換身體的 他們就是回到大樹之下 等到最後那天來臨的時候 他們神就會有安排 那說實在的話 我對這塊也還很陌生 那我也不知道說 我這樣去引導一個所謂輪迴的觀念 跟一個所謂宗教天主教 跟基督教的觀念 對不對 但至少那個孩子在過程當中 他有面對了這個事情 他也去說了他想法 他也表達了他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之後 我覺得至少他就比較能夠過得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很重要 就是要陪他 在你不知道什麼是正確答案的時候 你不要試著給他正確答案 我覺得這個很危險 那老師們也常常因為這樣 沒有正確答案就放棄去上那門課 我覺得這個也很可惜 好 最後時間已經快到了 好 我就講這個就好了 我在馬爾蒂夫兩年前去了一趟 那有一天那個下午 大概兩點多的時候 我就在那邊曬太陽這樣 因為通常都是吃完飯就去曬太陽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山上有那個水母 被那個浪衝過來翻過來這樣 我有靠過去看他還在動 所以我就想說怎麼辦 這個是要直接挖他嗎 因為我不曉得我這樣一場 或不會他就直接破掉了 就直接流水還是怎麼樣 我不曉得該怎麼辦 那就在我還不曉得該怎麼辦的時候 我發現旁邊還有一顆耶 又再一顆被衝上來了這樣 那我就趕快問那個飯店的那個店員 他們隨時隨地都有在掃地 我就跟他說 how to help them 然後他就因為那邊人都很黑嘛 就這樣笑著說 啊東八的mands up here 對不對 it happen always 我也不曉得英文這樣文法對不對 and it too much 然後呢 這個時候就想說 好吧也許是真的這樣吧 可是突然是他自己喔 他就這樣掃著掃著 他就看他過去 就在我們再過去有幾步 也是有一隻水母 但是那個亮光不太一樣 他就急忙的過去 然後那邊地上都有那個椰子殼嘛 他就拿了椰子殼 那個水母一挖 就把他往海裡一拋 然後他說 why 我搞不懂 那兩隻你都不差味 啊這隻是怎樣 對不對 what this one 這樣子 他說 this one is poison 那隻是有毒的 啊其實我也不太懂 那有毒 你卡起來丟到垃圾桶 就還為什麼要丟回去 對好 差別是不一樣齁 好那個下午那個 那個飯店人員叫mark 我就一直在想他說的話 那我就在想 it happen always and too much 看多了太常看到 我們就難免會習以為常 最終就不以為意 而我們是這樣子的身分 我們是老師 我們不禁要自問 什麼東西最讓我們習以為常 那我們習以為常的對象又會是誰 再來就是 this one is poison 就是即便他都已經習以為常了 當他察覺到有毒的時候 他還是花時間去處理他 就像我們在對待孩子 我們一個班這麼多孩子 我們往往注意到的是問題學生跟弱勢的學生 像那個厭食的那個高功能的 可能家裡有過世的那個人 是男生裡面成績好像就比較乖的 很容易被我們忽略掉 可是他們都是同樣十一二歲的小孩 他們同樣會有人生的問題 他們同樣需要人家關心 需要去陪伴他們 好最後我都用這個地方 跟各位再耽誤一點點時間 我每次的演習都會用 黃達夫院長這段話來作為結束 就是說他說有四種人 要被社會用更高的道德標準來要求 就是宗教、社福、醫療跟教育人員 那我就常常以前都會覺得說 你要把自己拖下水 那你就去跳那個苦海就好了 幹嘛連我們都要一起拉下去這樣 我們還想過開心的生活這樣 可是他給我的理由 我覺得最後是總是能夠說服我的 這是今天的最後一個影片 可能會比較完整的看一下 一個孕婦求醫生幫他扶持身體 一個孕婦求醫生幫他扶持身體 他扶持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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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身體沒有多久就要生 他怎麼會講出身體 他扶持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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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病房 他沒有離開醫院 他只能到樓上來 這是癌症狀性 他先生在那邊 可是他先生撐不住 所以他希望能夠讓爸爸離開之前 最少能夠 看不到了說實話 但是至少能夠碰到孩子 我根本不在 根本不在 這就是孩子跟爸爸的最後一次接觸 也是第一次接觸 在懷孕的外國不怕 疼的 這個時候能夠放他們只有醫生 就是剛才網頁長提到的醫療人員 不然你其實就不害人了 接下來這孩子一定會長大 他一定會到我們的手上來 這是我們常講的 生前的流言 好 夠了 不然 不然不然不然 好 夠了 不然不然 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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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夠了 我們來賣一集的路 老師有別於其他產業 人家生產的是輪胎 是泡麵 是機車 但我們生產的是 我們接觸的對象是 我們如果接觸它的這一段 不管兩年或三年的時間 沒有做出任何改變 也就算了 如果我們真的造成了什麼改變 都是生命 那些改變的東西 被我們改變 不管它往好的走 壞的走的東西都是生命 這個地方是 那個海姆吉諾特博士 他講過的一段話 他在集中營出來 他看過一般人未見之處 就是瓦斯坊 是工程師 醫生 就是這些被受過良好教育的人 做的這些事情都是最殘忍的 所以他寫信給老師說 我請求你們幫助孩子們 做一個有人性的人 不要讓你們的辛勞 製造出博學的怪獸 擺有絕技的精神病人 或者是怪人 讀寫等學科只有在我們的孩子 更有人性的時候才顯得重要 我們很慶幸的不在戰爭的時代 但我們還是要去思考 我們要怎麼樣讓我們的孩子 成為一個快樂的人 所以我會覺得 只有讓孩子懂得愛 等我們孩子懂得愛與悲愛的時候 我們做的那一些傳統學科 他才能夠發揮實質的效用 那我們是老師 我們都有一次可以改變生命的機會 當那個機會來的時候 我想要各位 又不願意擊掌你那個孩子的手 帶著他我們錢的手 我覺得如果我們真的沒有能夠 有這麼多的二層去做 其實就是陪著他 陪著他就是最好的生命之外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